Hello,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今天又来到了我们的和我一起玩玩具 我是你们的Yuki姐姐 然后今天呢是想跟我们的小朋友继续再来展示一下我们这个Cosmos 培恩这个科勒多 里面是养殖我们这个小植物的一个小套装 在里面的话呢是有两种这个捕蝇草 这种的话呢是这种小型的捕蝇草 它自己呢是已经差不多长起来了 可以看到里面的小叶子呢已经完全的发了芽 然后我们是要给它进行一个喂食 我们将会在今天的视频当中展示给大家看一下 它要吃的话呢就是这种小小的这种果蝇 我们会在生活当中的话呢是捕捉到了果蝇 或者是家里可以做个果蝇的小陷阱 然后把我们的果蝇呢给它找出来 然后喂给它 然后它就会有它的一个食物吃 因为这个植物的话呢是一个食肉性的一个植物 它是很少见的这个食肉植物之一 嗯捕蝇草嘛所以就基本上吃的是小蚂蚁啊 小果蝇啊或者是其他的小小的特别小的小动物 嗯它特别喜欢的阳光 还要喜欢水分 因为它是一些热大的植物 所以的话呢我们在饲养它的时候呢 就一定不要少了我们的阳光 和这个给它进行一个浇水 那么我们就现在先来试一下 可以看到现在是第16个更新 也就是我们从种下它到现在呢是第16周 嗯它长势的话呢也是非常的棒 我们这边是选取了一小个果蝇 然后给它放到它的小叶子上 等会儿可以看到 它这上面呢是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粘液 然后也非常的浓 可以看到我们手指甲这里呢都有一些些小小的拉丝 我们下一个小的拉丝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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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